大家好,我是劉佳雄 如果有聽人網的朋友,就是我的網名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要有一個桌子才好 例如我叫劉翁,有人叫聲薛醫生 萬必在商台都叫自己萬必 這是比較親切的做法 令人聽電台時會覺得很親切的 不要很死板,或者很假的 我叫劉佳雄,我叫劉佳雄 我本名叫劉佳雄 是人民的兩個主席 你會看到一個年輕人就成為主席 很奇怪 當然多謝陳偉業議員,黃蕭文議員 或其他前輩給我機會 所以我做了新成立的政治團體主席 所以都要慢慢學習 希望大家會一直支持 或者其他前輩一直都會支持 剛才大家又說了很多關於新海革命 孫中山一直以來為中國 甚至香港令中國人享受到民主 一直都沒有,除了在台灣的地方 現在已經有全面的民主之外 香港爭取了這麼多年 爭取了這麼多年 去到2011年都仍然沒有民主 其實不要說仍然沒有民主 這個說法已經很輕描淡寫了 其實距離民主還是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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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想跟大家 尤其是在座 有些都是學生 可能香港回歸的時候 我知道在座很多都是香港來的學生 香港回歸的時候 大家可能只有10歲 或者可能只有幾歲 只有4歲就沒有了 更加不會清楚 一日以來回歸之後的政治發展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任力量 回歸以來 香港整個政治局面 有些變化 變化到現在 我們要成立這個人力量的組織 或者到現在 我們其中一個組織 等一下會很長時間講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求 要取代民主黨 要他們的票債票償 這個這樣的做法 其實一直都有很多歷史的背景 一路要理解 就會明白 民主黨 所謂我們經常講他們投共 那個過程是怎樣 他一路已經回歸以來 幫香港民主做了些什麼 為什麼我們對他失望 為什麼我們要有 大舊 或者之前劉國民 和梁國雄 就是長毛 要在2007年的時候 在2007年的時候 成立這個社會民主連線 那時候就是 一個比較激進的組織 到現在 又在一個人民力量的組織 都是一直以來 其實是由97年以來 一連串的政治事件 都會導致出現這個局面 所以一直都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今天這個 topic 都應該更加熟悉 當然應該是 陳偉業議員 因為他親身參與 但是他說的那個 topic 就是生懷革命 我們更加不熟悉 你知道年輕人 對歷史的教育 都是不足夠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課題 其實在我們這一代 甚至我這一代 比在在養的學生 那一代已經大很多 但是那個國民的教育 就是歷史的教育 都已經很不足夠 所以這件事 都是另一個課題 但是當然不是今天的主要話題 但是大家有興趣 或者聽到大家說之後 其實就是了解多些中國的歷史 尤其是清清清民國開始 甚至對於現在 去到現在香港的政局 甚至大陸 中國國內的政局 甚至台灣的政局 都仍然是很有幫助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學習 跟她前輩說 知道為何政治會發展成這樣 所以現在可以開始跟大家說一下 在在的年紀比較大 已經很清楚了 但是當然也有很多 已經移民到澳洲 雖然一直有關心 香港的政治事務 但是未必跟得更加貼 所以都想比較詳細 因為香港的政治制度 其實環繞著幾個關鍵的政府職務 包括這個行政長官 究竟是怎樣成立 即是怎樣選舉產生 他產生的方法是怎樣 這個是最主要的 因為這個是行政機關的領導人物 第二當然是關於立法會 立法會 即是六十個議員 一直以來都是六十個議員 那個產生的方法 這兩個方法其實就是 在香港可以說是 究竟是否民主 那個很重要的指標 因為在香港的政治制度裡面 基本上有權去產生法案 即是創制法案 或者通過否決的法案 基本上就是決定於行政機關 而代表人物就是行政長官 而也唯一只有行政長官 是由所謂的選舉產生的 在香港 即是它不同 譬如在國外 你就會知道 國外不僅是市長 行政長官 一般來說 如果你去國外的比較 就是一個市長 或者甚至 如果用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來計 可能是一個省長的級別 那除此市長的產生方法 是直選之外 譬如在澳洲 或者其他歐美的國家 選舉產生方法 還有很多職務 都可以由選舉產生 甚至他們的首席檢察官 可以由選舉產生 在美國來說 有些甚至是警察總長 或者我們叫警務處長 都可以由選舉產生 但在香港來說 香港的行政機關 基本上是有所謂由選舉產生的職務 只有一國 那就是行政長官 所以這個實際 他獨代表著 整個行政機關 即行政司法立法三關 裡面 他最重要的是什麼 而行政長官 其實在香港的權力 是非常之巨大的 包括可以委任大部分的 委員會 甚至有很多很重要的職務 甚至這個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 一般來說 都是由行政長官去做任命 當然他要通過中央的任命 但是行政長官有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其實這件事和美國是一樣的 等於美國總統是有權去委任 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權力 所以在香港來說 行政長官差不多可以說是無上的權力 如果用香港 比喻一個國家 香港的行政長官的權力 應該是比所有這個世界的總統 或者市長都要大的 其實這個權力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它是透過選舉產生的 第二個當然就是立法會 立法會的機關裡面 一般來說是60個議席 接下來是2012年會是70個議席 這個選舉產生辦法 而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其實那個權力相對來說 是非常之有限的 是極度有限的 由於它不是採用所謂的議會制 其實行政長官和香港裡面 議會的議員所代表 譬如有政黨 香港沒有政黨分 所以香港的政黨 都是一個很殘距不全的概念 是很直接的關係 所以香港不同外國 譬如英國 甚至澳洲 澳洲的情況 就是議會裡面的議員 可以是外國的成員 基本上在香港 就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變成香港的議員 第二就是 我了解就是 應該是基本法規定 其實香港的議員 是對於財政 會影響政府的財政支出的話 他們是沒有權提出法案的 另外 就算有權提出其他 好了 不關於政府財政的問題的話 他提出的法案 這個 會有所謂 分組投票的 所以基本上 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權力不大 跟外國很不同 譬如美國的議員 可以隨時提出一條法案 如果通過了 會成為全國的法案 會影響全世界 全國國家的人民 所以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權力很小 但是 他起碼仍然有 否決政府提出的 議案的一個權力 第二就是 他在某些很重要的議案 包括譬如 如果嚴謹來說 基本法 他甚至在一個 重要的法案 包括 譬如財政預算案 在被立法會否決之後 行政長官可以解散 立法會再重選 然後如果超三分之二 再否決這個重要法案的話 是可以令到行政長官 下台的 不過這樣的情況 基本上 你不會出現 但起碼在 基本法裡面 是有這樣的規定的 所以在香港來說 行政長官有 差不多無上的權力 而立法會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只有通過法案 和否決法案的權力 但即使是這樣 他仍然影響著 就是香港法案的成立 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其他議會 例如香港 以前有三級議會 所謂的市政局 和區域市政局 這個就是回歸之前 已經有設立 其實實際上 他是等同於 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 在澳洲 或者在歐美國家 所謂的Council的議會 就是他對於一些 當地 比如一個區 或者一個比較小的市政 一些民生的事務 有一些財權 其實當時區域市政局 即是管這個 所謂新市鎮 即是新界的地方 那幾個區域 以及市政屋制 市區的香港和九龍 當地區域的事務 其實是由香港大權力的 比如大舊 自己都說 其實他自己做議員生涯 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他最滿足 就是做區域市政局議員的時候 因為真正正正 如果他是區域市政局議員 你是有通過一些 譬如民生議案 可以令到 可以起樓 或者做了一些社區設施 是會有一個真正正正 會影響到民生的一些 事情做出來的 但是 正正在回歸之後 161連串的政制發展 就令到這一級的議會 就取消了 剩下最低級的議會 有一個諮詢價格 就是區議會 這個可能大家都聽過了 現在仍然有 區議會在香港 基本上只有諮詢的認識 它沒有任何實際的權力 雖然是這樣 區議會是沒有任何實際的權力的 但是 待會也會說一下 這三級 香港現在 三級 變成只有兩級議會 除了之後 其實對於整個香港 一路來講 香港的整個發展 其實是緊構的 回到回歸之後的事情 可能剛才在座 有人說回歸的時候 只有四歲 可能未必很清晰 甚至在座 就算現在已經讀大學 最多 現在有沒有十歲 可能都是十歲 七、八歲 回歸的時候 第一屆的行政長官 我不知道大家在座 如果是年紀大 大家都知道 學生記不記得 有一個人叫董建華 都還記得 對吧 這個人已經消失了 差不多在電視上 那幾十六年了 當他2055年 腳通 下台之後 你好像沒有看到他 好像沒有存在過 在香港 這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但是在97年之前 他以前在港英時代 是最後一屆行政局的成員 沒什麼人認識的 但是突然成為了第一屆行政長官 那時候還有選舉 其實大家在回歸時 回歸的時候 都記得 那時候是有三個候選人 好像四個 三個 就是吳光正 楊鐵梁 還有董建華 那時候選舉產生 那這個 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在香港的 基本法規定裏面 第一屆行政長官 就是由四百個 選舉委員會的人 產生 當然在座 你是不是選舉委員會 那時候 你都不是 沒有什麼人可以做到 選舉委員會 當然是一個小園子 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 但是這個是基本法規定 這個基本法當然 就是由當時中央政府 和政府 香港方 是沒有決定任何事情 所定出來的 一個這樣的法案 那起碼在基本法裏面 這就是行政長官 產生的辦法 但是 第一屆的立法會 其實就是 基本上是回歸前後裏面 一個爭議最大的 一個戰場 大家如果 甚至有在序 如果在回歸當時是四歲的話 可能在你未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是有所謂彭定康 就是最後一屆港獨的 一個政改方案 提了出來 中方都說 那是三違反 95年最後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當然 彭定康就說 不是三違反 主要的關鍵就是在於 因為組成的辦法就是 六十席裏面 有三十席是 公民組別 另外有二十席是 直選產生 另外就是十席 所謂的選舉委員會 但在彭定的方案 希望本來提出這個方案 95年選舉產生之後 在97年回歸之後 可以一直直通車 即是過渡到的 但其中出現了一個新九組方案 即是將那十個選舉委員會 產生的立法會議員 其實就是擴大到 差不多每一位香港市民 都能夠投票而產生的 而被這個所謂中國 即是政府 或者中共 稱之為三違反 令到95年所產生的立法會 就不能夠過渡 就成立了臨時立法會 就是中方自己成立了臨時立法會 就是97年7月1日 就代替了原本95年產生的立法會 成為那時候的立法機關 大革都自己在說 他對他來說 他從政生涯裡面 最深刻的一刻 就是當他95年的時候 也是立法會議員 就在97年7月1日回歸之後 他們就站在這個立法會門口 就是不能夠有直通車 不能夠過渡 他繼續成為立法會議員 那一幕是很深刻的 就有幾千名市民 在立法會門口 就是他們爬一條梯上去 就說我們現在就要下車了 跟著他們也有 你們一定會回來 最終他們是 跟著那一屆立法會選 一定會回來 終於回去做議員 說明了